免税归台前 今晚外国游客等着退税 排队人潮几乎从没间断 日本可爱的创意文具 女性人气美妆商品等 受到外国游客喜爱 杂惠业者更说 疫情后免税业绩在去年底创下历史新高 免除10%消费税再加上日元贬值 外国游客买好买满 不过随着免税人数大幅增加 日本现行的店内退税制度出现不小漏洞 许多人来到日本旅游喜欢购物退税 但是为了避免有人逃漏税 因此日本政府现在正在考虑要改变退税制度 免税店在消费材抜きで購入 どうも国内で販売をしてしまっている ということが段々見えてきた 多くの国民においては 観光客の人が自分の国に戻る前に 免税店を購入した場合であっても 一旦消費税は納めて それで税関など 空港の税関などのところで 手続きをして 出国することがはっきりすると 戻してもらえる こういう仕組みになっています こうすると脱税の恐れはないですよね 根据日本政府統計2022年度有374人 一個人的免税消費金額就超過1億日元 如果是非免税對象的話 一個人需繳納的消費税就超過1000万日元 對日本国庫來說是庞大損失 過去因相關問題 日本Apple曾遭追缴消費税達130億日元 後來停止免税販售服務 另外藥妝店松本清 SOGO C5 小田吉等百貨公司 也都曾遭補課徵消費税 因此日本政府考慮將免税制度改為 外国遊客購物時 以含消費税的含税價結帳 等到出境時 與機場確認商品後再一併退税 最快2025年度上路 我們要保存所有的小票要拿去機場 這個過程來說會比較 比現在要麻煩一點 就會壓縮在日本玩的時間 可能會稍微有點不方便 對店家來說 節省人力和時間樂觀其成 但如果改在機場退税 機場的人力動線規劃 還有出境時間增加等 都是接下來需要克服的課題 環宇新聞17號日本東京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